如果没有比赛的时候,平时去练的时候一般都是大家早晨七点一刻集合,然后吃早饭,上午可能八点半左右开始训练,然后练到十一点左右。 然后中午吃饭,午休,下午差不多三点半开始练,练到大概六点多左右吧,然后大家会放松治疗吧。 这一般没有比赛的时候正常训练情况下,可能有比赛的时候就会根据比赛可能不同的时间,然后提前会去准备。 其实现在像这种职业运动员,除了对乒乓球的练习以后,还有这种体能训练,包括有的时候也会心理上有请一些老师来跟我们讲课。 其实真正意义上就可能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去提高,包括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在一起讨论这种技战术,可能每一个运动员的优缺点,包括有时候会总结都会有。 我觉得最放松还是能够出去看看电影,然后跟大家朋友一起能够吃吃饭,聊聊天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放松的。 大片我觉得都挺喜欢。 对对对。